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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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弟啊 我想再开个会议 什么会 通过这段时间的走访调研 我对郑和的现状 有了一定的认识 我想召集同志们统一一下思路 再说了 上次的见面会 不是还没开完吗 咱们再把它续上 好 我这就去安排 好 敏玉 书记 你得给我证明清白呀 什么清白 就是上次咱俩来的一个地下工厂 现在没有人了 这污水也不排放了 垃圾也没有了 谷主任因为我骗他 你要不帮我证明啊 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 你先别急啊 工厂没人了 对啊 连一个人影都没看见啊 那设备还在吗 设备跟原料都在 那他们就是听到风声啊 临时听得差 这样 我一会儿呢 给工商部门打个电话 只要他们一复工 我们掌握了证据 就依法处理 好 这次我应该做的 我应该做的 放心吧 以后有什么需要 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谢谢 同总 那我们回头再联系 有什么需要帮忙呢 精神收拾 好的好的 再见 古副主任 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江山集团的佟总 我们郑河县的知名企业家 佟总 这位就是我刚刚和你说过的 我们县委接待办的 古副主任 这次专门下来帮我们搞小葛大赛 同伴地先生 您好 久仰大名啊 佟总 我们古副主任都知道您的大名啊 看来江山集团的名头真是响啊 我正这样夸奖了 我这个小小的江山集团 也是正和所有企业中其中的一个 古副主任 你看 佟总拆许吧 是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佟总刚刚决定赞助我们搞这个小葛大赛 而且啊 全力要把我们这个小葛大赛搞好 怎么样 太好了 哪里哪里 我也是刚听罗镇长说 古副主任下乡挂职的事情 我也深感佩服 我虽然也不是正和本地人 但在正和做生意也有些源头了 也想通过小葛大赛为正和做点贡献了 太好了 你们二位都很谦虚啊 我还是想通过小葛大赛 想通过小葛大赛 你情商量要不应的 你肯定是干什么 你肯定是干什么 我们是干什么 你看 我们又要干什么 你肯定是干什么 店不能再出问题 知道吗 好 那你盯着啊 不能再出问题啊 对对对 还有啊 别挂啊 还有 红一盯的店接通没有 行 我挂吧 词词曲 曲 曲 李宗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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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电子学院 那个 我没看见啊 没来吧 没来啊 这红武功怎么看来了 你打电话给他了 我没打啊 估计是看到红绿灯了吧 这红绿灯一立啊 很多干部们 都有了急急性了 雄光呢 没来啊 没来 算了 好 廖长姐 来的人差不多了 开始了 那咱们开会 好 上次见面会的时候啊 有些同志可能是忙于工作 有些人可能是忙于生活 总之是没来 来 别误会啊 我不是批评大家 你们今天能来 我非常感谢 上次开会的时候啊 这中间还出了一个小插曲 这个灯灭得比较早 可能在座的 还有不认识我的 或者说压根就没见过我的 这样 我再重新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廖俊波 是新任的郑和县委书记 其实说是新任啊 这已经上任了 有些日子了 这段时间我是几乎跑遍了郑河 一千七百三十五平方千米 地方不大 问题不少 城建厂 乡村建设厂 工业厂 农业厂 方方面面 我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了解 有些情况你们可能知道 有些情况 你们可能不知道 今天好的地方我不说 我就先从问题谈起 有同志跟我说 说以前郑和 出过比较大的腐败案件 说现在的同志们干几事来 想赢怕输 一切求稳 不想干大事 只怕干出事 说啊 让我 理解一下同志们的低沉士气 这个 我还真理解不了 这个案子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十年前 一个这么别角的理由 居然脱后了政客十年的发展 那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名人民公仆 你们还抬得起头吗 再也耽误不起了同志们 再也懈怠不起了 看看咱们周围的现实啊 看看人家的发展 我们现在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再不搭起精神 奋发图强 力钉图治 引头赶上 甚至是超过别人 我们就会坐稳福建省尾 尾巴的尾 就会成为全省笑柄 等事等不了 靠也靠不住 必须我们自己齐心协力 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条血路怎么杀 我有一个思路 简单地说 就是抓好四大经济 城市经济 工业经济 旅游经济 和回归经济 抓工业经济 抓城市经济 就是要经营好 建设好 管理好我们的城市 建设一个 有归属感的城市 只有搞好城市建设 才能搞好投资环境 才能把外面的钱 吸引进来 把我们正合的货 卖出去 老百姓才能致富 抓工业经济 就是要打造产业平台 扩大产业基础 优化产业环境 力求突破 抓旅游经济 就是要充分挖掘 培育 保护 开发自由 形成一个产业 把农业和第三产业 一起搞上去 最后一条 抓回归经济 就是要把咱们正合 过去跑出去讨生活的 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们 请过来 把他们的经验 智慧 财富 带回正合 给正合的发展助力 互利双赢 这样 四大经济 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一切为了正合的光荣 于梦想而不断努力 只有这样 正合 才能脱贫致富 才能有一个 美好而光明的未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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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旅游经济 和回归经济 是最重要的 这两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你们企业局 到底有干啥 我们财政局 可能就成了 我们上哪去 可以对李老师去 找算磨得钱去 好 好 老冬民 老冬民 你来开会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您就是廖手机 还是叫我乔夫 不敢 廖手机 你别走啊 咱们聊聊 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 欺骗 上次在上屯村 我掏心掏肺地跟你聊天 我以为你是 因你层得够深哪 你要是早知道了 还能跟我推金致富地 聊那么多关于 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吗 恐怕不能 这样 我为我 善意地欺骗行为 向你道歉 廖手机 不用 廖手机 不用 不用 廖手机 您刚才的四大经济 提得非常好 一阵见血 找出了郑和发展的 灵丹没有用 其实我早看出你 你不是普通人 但是没想到你居然是 郑和新来的书记 回头啊 我还得向你多讨敲讨敲的 你等一下 董院长 老丁 来来来 太好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上次我给你们提过的 在上屯村发现的农业专家 人才呀 我们现在集训的人才 老农民 老农民 老农民啊 这什么时候称老农民了 廖手机 他就是红武功 对 红武功 廖手机 其实老农民就是我红武功 你就是红武功啊 我这儿子都摸出茧子了 对不起 行了 这下乔夫老农民 真是身份算是彻底曝光了 好 好好好 我觉得这个廖手机 还是很有干劲的 是啊 咱们郑和呀 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的风气了 我看这四大经济蛮有意思的 你说呢 对对对 咱们郑和呀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老孙啊 这成建工业回归经济提得好啊 特别是回归经济 那真是大开四路啊 好是好 但是 但是什么 不太适合郑和 怎么不适合了 你想想 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啊 你想一想吧 咱们郑和是什么地方吗 什么地方 你这个人哪 怎么老是这么消极啊 咱们虽然穷落后 但还是可以发展 穷和落后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咱们是农业线 咱们的根咱们的基础 都在农业上 所以呢 四大经济 哪一条 和农业相关的 你呀 连脚踏实地和假大空都分不清 办法再好 不及实际 我看哪 就是白扯 我 我怎么白扯了 同志们有些担忧啊 是正常的 但是咱们做领导的要有信心啊 咱们先做事后复众 等大家看到啊 咱们是真心实意 在为郑和的发展再努力 我相信他们自己啊 就会跟上咱们的步伐 明年年底 松建 宁武 高速公路 就要通车了 高铁也要来了 空间上的距离缩短了 咱们这里就会成为 明北对接沿海的千言 和北连江浙户的桥头堡 空间上的劣势 就会转化为优势 再加上省市 对县雨经济扶持的措施 这些外部环境啊 对咱们郑和的发展 是极其有利的 机遇也是千代难逢的 如果不趁这个机遇 把咱们郑和的经济给搞上去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廖书记 道理我们都懂 可是要搞经济 就得先搞建设 搞建设 咱们没钱啊 没钱咱们可以借 可以去带 可以想办法嘛 只要思想放开 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这机会啊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上去就上去了 要是干不上去 这上上下下 对咱们失望了 机会不会每次 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的 廖书记 我想明白了 一个字就是干 我们宣传部 打头针 好 廖书记 那咱们第一步干什么呢 我在荣华山搞过几年 开发区之前也搞过 效果不错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 我想把这个成功的模式 复制到振和来 集中力量突破一个点 先搞开发区 好 好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咱们郑和是革命老区 有很多珍贵的红色资源 我想找个时间 组织我们四大班子的 党员干部 到红色老区 开展一些 党员教育实践活动 咱们郑和 有第一党支部就职 还有陈贵方纪念馆 太好了 看来这个红色老区之行 太有必要去一趟了 这个任务交给我了 等我安排好时间 我通知大伙 好好好 高山啊 廖师姐 一会儿我给你留个电话 以后再碰到来县委 找我的群众 你记得第一时间 给我打个电话 好不好 廖师姐 那怎么行 我怎么能直接 给您打电话呢 不行不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这是你听我的 来 好 我把那个本拿过来 好 来 就打这个电话 好 好好好 好 那我走了啊 好 廖师姐您慢走啊 好 这个书记有点意思 你吓死我了你 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你这不是惊喜好吧 你这是惊吓 来 什么时候到了 我刚到了 你快放开我呀 你真 我再抱一会儿 好了 你说你这脏成什么样呢 我弄得挺干净的 你说你什么呀 对不起了 过来吧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了 爸妈不放心你 让我过来看看你怎么样 行我给你做饭去了啊 你先拖着 行了 别看了 赶紧吃饭吧 菜都凉了 行 马上就好啊 不忍看了 怎么还看呀你 你说了多少遍了 按时吃饭 行了 行了 吃饭 吃饭 这么大的人呢 怎么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表现还是不错的 好 我跟你说啊 今天这个鸡汤啊 你必须给我喝光了 我这凹了一天呢 听到没有 好香啊 好好好 尝尝 蛋的话我给你拿点油 太好喝了 这好久就没试你做的菜了 你说说你啊 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你天天呢 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你还以为你二十多岁啊 真是 天天让我操多少耳心啊 我表现可以啊 真的 我跟你说啊 明天我就回去了 你给我记住了啊 每天按时吃饭 早点睡觉别熬夜 听到没有 遵命我的夫人 你放心我一定答应你啊 大丈夫一诺千金 一诺无悔 就你还大丈夫 我看你当个丈夫都不合格 怎么样 我说啊 你怎么把我带到 这种地方来了 你就多看 解研这个地方吧 这些都是老宅子 但是是一份回忆 等你下次再来啊 这一天肯定是一个大便样 我现在哪有心思 看这些老宅子呀 我天天光担心你都不够呢 你说你刚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能不能别太累了 行不行 心有信念 就不会觉得累 你说不累啊 我看你都累 你说咱们以前 在一起的时候多好呀 你那会儿当老师 咱们一家人 能天天在一起 现在压压呀 都对你有意见了 怎么了 说你骗她 说小时候你经常跟她说 将来长大了她的物理 你来辅导 现在人家闺女长大了 你人都不要去哪儿 这不是啊 还有比我更优秀的林老师吗 行了 你呀 就别再拍我个马屁了 你真的以为我是全能的呀 真有当地有当马的 这家里真的指望你了 这老子老小子小啊 我是真照顾不上 这来郑合几个月了 有这么多事情要去做 万一有哪一天 我那个想法不对 给大家指错了路 有哪个动作没做好 错失了一个好机会 万一有哪个瞬间大意了 做错了一个决定 怎么 你也忐忑了 我也就忐忑这么一会儿 等忐忑完了 该怎么干 还得怎么干 能够当上一个领头人 让二十三万的郑合老百姓啊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 所以我要抓紧时间 把这些事情做好 你说吧 这难得出来跟你三分步 还以为你会说些 什么浪漫的事情 说来说去都是你的工作 你这个人啊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库 老金啊 你怎么在这儿 廖师姐 你们吃饭没有 没时间的话我让食堂给你们做点 吃过 吃过了 刚吃完 谢谢 是这样 我呢在宾馆呢 给你们开了个房间 条件呢比这儿稍微好点 不用不用 你千万别浪费咱们县里的 我也知道 你说我浪费县里的财政是不是 这钱是我自己出的 林老师走了以后 你可以再搬回来 那也不行 你的钱不是钱 那也不能浪费 再说了 这搬来搬去也麻烦 反而睡不踏实 这我俩呀住哪儿都行 这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就是 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 那真的就不用再麻烦了 有事吗 还真有事 那你们俩先谈着 我先上去 行 那你先上去吧 好 来 再见啊 钥匙拿了吧 拿了 拿了 好 是这样的 你晚上不是说 搞开发区的事吗 我打电话给在市里工作的 几个老战友讨论了一下 怎么说 听说省里啊 要收紧对开发区的审批 收紧 对 是为了防止开发区建设过热 和资源浪费 过几天就要下文了 你看咱们 这第一步还没卖出去这就 别着急 这道听途说的 它不一定是真的 咱们还得看正式的下文 不是 可是现在 这样 我抓紧时间呢 把申请书给做出来 递上去 先试试再说嘛 好 这样也好 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那现在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 好 好 你这大老爷跑一趟 好 慢走啊 老丁 先去上向车 就是 我做一个批准了 开始 我买 its continue 我 raging 着ZY 鸡蛋 你这廖书记的爱业林老师 有事吗 沈大爷 是这样的 我想给廖书记做点早饭 又怕吵着它 所以想借您这儿用一用 可以吗 没问题 没问题 你这儿随便使 我这儿有电灶 来 好嘞 谢谢啊 你看 油盐酱醋什么都有 好 好 我自己弄就行了 您忙您的吧 谢谢 好 我先回家了 好好吃饭 为什么 你好了 要留意 我醒了 醒了 我看见你给我做的早饭 谢谢老婆 你赶紧趁着吃吧 行行 我马上吃 你现在回去了没有啊 你要是没走的话 我一会儿过去送你 车还没来呢 你要是忙的话就算了 别来了 行行行 那我马上过去啊 你等我 我尽快 来 老同志啊 有事吗 你好 我想找一下咱们县委的廖书记 廖书记 廖书记还没来呢 那他啥时候回来呀 我又不是他的秘书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这个同志 你怎么能坐这儿呢 这是县委县政府的大门 你不能坐在这儿啊 老同志 我坐会儿怎么了 我跟你说 你不能坐在这儿 我就等廖书记 你这个人我跟你说的办 你怎么搞不明白呢 请你起来好不好 起来 起来 我就坐一小会儿 你 我 我求你了 大爷 师傅 你这送得够远的呀 你是要把我送回家呀 不行吗 真的假的 你别骗我 我当着把你送回家了 骗你干什么 这还差不多 你说咱俩都好久 没有一起坐大巴了 还挺怀念的 是啊 你说天气这么好 咱们要是一起去旅游多好呀 是啊 等我将来有空的时候啊 挤出几点时间 咱们再把爸妈带上 还有丫头 咱们来个全家总动员 好不好 好是好 可是你什么时候不忙呀 谁知道是猴年还是马月 会有机会的 相信我 啊 啊 到哪儿了 刚到市委 到市委了 师傅 我下车 我下车 不好意思啊 廖军波 你这大骗子 我没骗你 我是真一实意要送你 顺便来上个班 你以后说话再也不相信你 你早点回家呀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众叔姐 这是我对开发区的一些想法 你先看看 你先看看 军波同志啊 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啊 既可以为政策发展找得突破口 又可以充分发挥你的长处 真是一举两得 是啊 我也是考虑到 从自己熟悉的 擅长的方式入手 对开发区的 可是现在正在风口浪迁上 你还不知道吧 省力已经收紧了 对开发区的审批啊 为什么呀 开发区确实好啊 但是只有掌握在 真正需要它 适合它的县市手里 才是好东西啊 现在发现有个别地方 为了政绩大干快商 浪费了许多资源 省力发现了这些问题 及时做了调整 从全局出发 收紧了审批制度 那 那我们政和的开发区怎么办 军波同志 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 但不管走哪一条 我都相信 你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 带领政和的同志们 向前闯 好 军波 我对你充满信心 廖书记 表里 等仲书记 不是 等你 等我 那个 我听说小曹没来送你 仲书记让我送你回去 不用 不用 我坐大巴回去就行 挺方便的 廖书记 忠书记还说 您是一个大空门 如果您不让我送啊 忠书记就让我 把您绑进后备箱送回去 行行行 那恭敬不如从命 小李 这样 你先送我去发改委 就得辛苦你跑一趟了 小李 敬不如 宽 保留 怎么样 这个申请啊 写得真好 你这个南瓶市开发区的开创者 真是名不虚传 分析的是思思入寇 合情合理 要是放在平时啊 我们肯定立马就递上去 那省里不是还没正式发文吗 肯定会发的 已经向各式的发改委 征询过意见 那这么说就没戏了 也不能完全说就没戏了 这省里的意思是 把握过热的 保护和扶持合理的 真正需要的 只不过是需要用一个 强烈的信号 来震慑一下 那些只想搞政绩的地方领导 杀一杀这阵不正之风 等等吧 等一阵风口就松了 那等多长时间 这政河落后都太久了 这时间上真是耽误不起啊 王副主任 你看能不能 先把这个申请递上去 想办法说服一下省里 我们政河是真的需要 而且真的适合建开发区 那这样吧 你再把这个申请做细一点 尤其是要突出一下 你们的工业底子 和详细的工业发展规划 要让上面清晰地看到 你们政河是有这个基础 有这个需要 也有这个能力把开发区搞好 等做好以后 我亲自跑一趟省城 把申请递上去 保准 我代表政河二十三万的人民 谢谢你 谢什么谢啊 为人民服务嘛 行 那这个我先拿回去 好 廖书记 我听别的驾驶员说 咱政河装上正儿八经的红绿灯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们驾驶员天天跟道路打交道 这路上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们要不知道 那就太不合格了 这下政河的交通秩序要好多了 这才一个红绿灯 能顶多大佣啊 不过我相信以后啊 政河的路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宽 红绿灯啊 条条马路都会有的 那我们以后去政河 再也不用害怕了 小李啊 一会儿你在我们家门口 等我一下 我回趟家 马上出来 没问题 哪个小区 到下一个路口 又感觉到了 好 好 等我一下啊 哪位啊 廖书记啊 我是传达审的老沈啊 你说 有这么个事 我向您汇报一下 有一个上访的呢 他指明要找您廖书记 我劝了半天 他也不走 你看 他就坐在我传达室门口 好 我知道了 是谁 说什么 无论要发现 行啊 好像是老沈 他老沈 我疯了 老沈 是老沈 好 我们都别来 不行 不行 你等会儿 来来来 进来 进来 我给你倒杯水去 不用了 爸 我这不是有吗 我喝你的 快点 把这个带着 车上吃 妈 不用拿了 什么不拿的 你看 妈 还在空着布子呢 赶紧的 爸 妈 那我回去了 你们自己多注意身体 好好好 我空着家回来 你慢点啊 慢点 行行行 那我走了啊 住点夜啊 走了 走了 你想着吃啊 那我走了啊 走了啊 小丽啊 你爸妈都挺好吧 我爸妈都挺好的 他们呀 他们在农村老家 身体都壮实着 好 有时间 你多回去看看他们 这做父母的 永远比做子女的忧心啊 我五次去 他在农村上 你自己 красив在那儿 吗 你自己对不起啊 我也不担心啊 有种需要 我给你失败了 我基睐 我 公司就失败了 你得了自己的事 你得了自己的事 你不知哪儿 我 跟你不会不知 了你不知 我今天刮得什么疯了 你都亲自来送文件 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 都干点事 尽快把我的余热 发挥出去 好 那你就回办公室 发挥去吧 好 怎么 还有事 第五书记 你还真沉得住气呀 我真什么气 这上访的 都到在县政府门口了 等了大半天了 点名要找廖书记 我告诉你 你说一百遍 我都不会让你进去的 我不是上访 正是活到老 学到老啊 这廖书记到郑河 才几天呢 就把群众得罪到 上访的地步了 这难道就是回归经济 上访户 回归政府 这是县委县政府的大门 你 你在这是不行的 你赶快还是走吧 我可不是上访 我也不是上访户 我过来就是想找廖书记 我慢点看啊 你看你这个人 好 再见 我去看看 说曹曹 曹 曹到 我不是上访户 廖书记 白老板 是你找我 廖书记 一顾看热闹 是我是我 好 你们俩认识 来 去我办公室 好好好 没事了啊 走 什么时候来的 大哥 走了这么远的路 又等了这么半天 找我睡觉急事吧 来 喝口茶 慢慢说 廖书记 其实 其实我也不想来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可是 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才过来找你 老大哥 你既然能来 就说明对我的信任 有什么话尽快说 好 好 你 廖书记 是童六 又是为了贬的事 不 不是贬的事 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是秘方 秘方 你怎么办 廖书记 这不是吹的啊 我们百家的小哥 再整个钱东阵 那是首屈一指的 那绝对是第一啊 这个我绝对相信 这人吧 就觉得你做得好 那肯定是有秘方 这秘方只是一方面 还有 咱们做小哥的这些 什么人工呢 工艺啊 还有进口的原料 那是另外一层面 可在这常人眼里吧 这主要的就成秘方了 童六看上了您的秘方 你 你怎么知道 要不说 你能当书记呢 我这一说啊 你就明白了 他威胁你了 他呀 都威胁我好几回了 他动不动地 带几个人到我店里来 就把客人赶走 就问我 到底交不交秘策